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办的是雇主支持的 那你希望这个工作能够继续稳定 至少到你的PRM批准 I140批准 然后再考虑是否换工作的问题 如果办的是自主支持的 比如说EBYANIW 作为杰出人才 优秀人才 国家利益豁免这些角度来申请 那么你需要继续在本领域 留在这个领域 并且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你可以换工作 但是假如说我原来是科学家 我换去卖房子了 那这个在你拿到绿卡以前 可能就不行 那你还要继续在和你这个专业领域 相关的地方做出贡献 那如果说我积累更多的论文 引用 审稿有没有用呢 因人而异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些用处的 原则像移民局说 它要根据你申请提交的日期的资质 来做出决定 但是如果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 那你有更多的论文 引用审稿等等 那可以更好地表达 你在这个领域继续在做出贡献 那如果你办的是亲属移民 那当然也要保持这个亲属关系 如果是婚姻关系等等 那中间呢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 必须要终止了 也不是完全不行 你可以提供证据表明 此前的亲属关系是真实的 然后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也有可能能够继续取得申请的批准 那如果万一这个亲属移民 亲人中间去世了 怎么办呢 因而异很多情况下申请 还有可能能够继续进行 但是呢 要及时采取行动 相应的注意 那么接下来这个申请 如果批准了 接下来我有什么可做的呢 那第一 当然你可以庆祝 注意向其他人推荐 我们新委名律所 除此以外呢 很多申请要有排期 职业移民2140 或者亲属移民2130批准了以后呢 需要等到排期排到了 才能办理下一步的步骤 那如果你在美国境内排期排到了 可以提交485 如果在境外可以办理移民签证 那这二者呢 485和移民签证也可以同时办理 那经常有人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这二者并不是互斥的 那有一些人 另外你人在美国呢 也可以选择说办移民签证 那485的话只有在美国境内才能办 移民签证你在境内境外都可以办 但是需要注意啊 这个移民签证有的时候呢 National Visa Center给你发信 那你要注意回复 如果你说你不想办了 说我已经在美国提交了485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也要告诉 National Visa Center 要不然的话呢 也有可能申请会被认为是abandon 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原来的I140或者I130的有效性 这个呢 是关于后续步骤啊 关于S85和移民签证呢 我们也有其他的文章和视频可以参考 那如果万一申请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被拒了 怎么办呢 那要补充材料呢 也是一个机会 我们律所呢 也帮助很多申请人 在收到了RFE NOID以后 及时回复取得了批准 没有问题 那如果万一申请被拒 那你要看申请是因为什么原因 移民局不会说 因为看你不顺眼而让申请被拒 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理由 那么相应的有针对性的 可以考虑提交Motion to reopen 或者Appear啊 或者呢重新提交申请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在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提交申请以后 取得批准 或者如果移民局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或者只是从程序角度 比如说发了信 你没有收到信 然后造成申请被拒 像这样呢 也可以提交Motion 我们也有不少客户 在这样提供了Motion以后呢 取得了批准的 基本呢 我们这里讲到了 就是说在申请提交以后 你还可以继续做什么事情 然后在申请批准后 或者没有批准以后 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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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